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快行看房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大阪府的吹田市 这附近有很多办公设施 然后最有名的就是朝日啤酒的工厂也在这边 而板级翠田站可以18分钟到达梅田 周边的生活设施就是刚刚看到的超市 及这边也会有的百元店 而我们今天来看的呢则是两栋收益性的物件 两栋同样是单身公寓 每一栋各30个房间 现在全部满市出租中 现房租的收益为年大约160万人民币左右 回报率可以达到8% 而两栋同样是钢筋混凝土建的四层 建于1994年7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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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车场可以停吧台车 像这样的单身公寓呢 它的房租大概在三万到三万两千日币左右 折合为人民币大约为一千九一个月 契约的时间大多为两年 两年后自动更新契约 房客如果想退租的话 则需要提前联络房东 一般是提早一个月即可解约 好多人也很关心作为一个房东 在日本招租需要付出怎样的费用 一般呢招租都是通过中介公司来进行的 而房东呢需要支付给中介公司一定的费用 这个费用没有特别固定的金额 但是大多为两到三个月的房租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